大家好我們是 我是傑迪 本次呢我們要跟各位全開箱的就是 個人呢算是非常期待這一次的開箱 因為我們的凱多呢 跟去年那支凱多一樣是同一個原型式 就是我們岩昌歸二大大所製作的 那這一次我很期待說 去年那支凱多還沒看的影片 可以點擊資訊卡去看一下 去年那支凱多我給的評價是非常的高 希望這一次的凱多與大媽 都會給我一樣驚豔的反應 那記得讓我們四步一時 直接進入我們的開箱環節 那這一次這個H賞呢 就是一個標準尺寸的色紙 目前乍看底下大概都是一些 就是魯夫海賊團裡面 他們小時候的一些場景 所以一般來說它這個色紙 不用開也知道它大概是怎麼樣 以前我們色紙它那個邊邊不是都會包金把它包起來對不對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它邊邊已經不會 不會不會切那個金色的扁扁 我個人覺得這個 這樣子整個廉價感是在蠻嚴重的 但是呢它表面圖的印刷品質呢 跟背面還有做亮面的這個 欸我覺得還不錯喔 所以喜歡明場景的可以收一下 那G賞呢是我們的杯子的部分 但是呢這一次杯子有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是它這個杯子的尺寸喔 至少有比以前大一點 以前那杯子那麼小 我個人覺得實用性是蠻低的 第二就是最近我在這邊要跟官方抱怨一下 這杯子喔它的外盒越來越軟 在運送的過程中 或是客人抽到之後都有反應 這很容易壓傷啦 一套裡面總共有22抽 那記得讓我們打開看看 它裡面做功是怎麼樣 欸 果不其然 第三是我們這個塑膠杯的部分 蛤 可是如果是塑膠杯的話 我個人還是會比較喜歡之前的玻璃杯 至少這樣它整體的質感比較好 那我們本次抽到的是這個 唯一比較特別的是它有這個 戈爾羅傑的部分 那這一次這個設計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因為它是類似一個懸賞海報 下面還有它的懸賞金額 所以如果這個杯子做這麼大 是玻璃杯的話 我個人會覺得還不錯 但是如果是塑膠杯的話 我覺得就有點稍嫌可惜 那就讓我們進下一個 那今天就進到我們最後的小款 就是F賞的部分 那這一次這個F賞呢 算是近期有沒有 上一套七龍珠也有出現過 這個有點類似隨身小包包的部分 本次這個F賞裡面 一套裡面有20個 那就讓我們打開來看看 裡面有附一條這個 這個袋子 這個杯袋 它所使用的材質 跟上市航海網一樣 是一個有點類似帆布袋的那個材質 那以這個小包包來說 我個人覺得 實用性上 你如果說給家裡的小朋友杯的話 我覺得是還行啦 但你如果說整體的質量材質 跟設計上的話 我覺得算是手手啦 那另外一個這個 呃 目前 乍看底下 它這個 我剛剛以為它是錢包 可是它這個材質太軟了 你如果說這個要拿來放錢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有掉出來的危險 這個如果它用材質可以好一點的話 欸我個人覺得這個 反而是還算蠻不錯的喔 那記得就讓我們進 各位最期待的公仔開箱的部分吧 就是基德的部分 那不瞞各位說 這一次呢 當初它公開這次角色的時候 我們以罪惡世代這一個 我個人最期待的就是基德 基德一直以來 出的公仔價格也比較不錯 那我們有為各位查一下 呃在日本發售的那個當下 我們第一時間在日拍網站查到的價格 大概是 一千九百五十塊日圓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那這一次基德的這個分量很明顯的 就是有比魯夫跟羅還要重 那就讓我們打開來看看吧 各位我們發現一個 我打開來的時候傻眼 為什麼這隻 這隻基德的草在這邊啊 欸我一般來說是打開 這個祖國版的公仔 才會看到這種掉劍的問題 怎麼會發生在我們一番賞上面呢 我的基德殘障了 最近喔說真的 身為店家開箱那麼多套一番賞 還有再加上店裡面賣的 其實最近 日本方目前針對一番賞跟景品的部分 真的關損的部分真的是 比以前嚴重非常非常多 所以在這邊呼籲啊 其實一番賞這個東西 在市場上面如果真的要好 你還是要以你產品的本質去做 你公仔做的很好 原型師請的很好 結果你的品管做的不好 到最後一個端口 我們做店家的 跟客人也很難交代 其實這一隻基德 我個人覺得做的算是還蠻好的喔 那這個披風呢 有讓我想起之前 上一次那套凱多的披風 它有針對這個暗部跟明部去做出來 所以整體這個披風的飄逸感 跟整體呈現上的質量 我覺得算是很好的 這隻基德 它的髮型的塗裝呢 也有做一些深淺色 整體上呢 到身體肌肉的表現 細節上做工 我覺得做的都算是還蠻好的 那這個機械手臂呢 我必須說 它這個 針對機械零件的細節 它做起來的雕刻 算是非常的仔細 所以本次這隻基德呢 目前開箱 第一隻來說 我總算是非常滿意 這隻基德我覺得很棒 那記得讓我們進下一個吧 那本次我們的魯夫基德跟羅 一套裡面都各有兩隻 那我們的大媽跟凱多都各有一隻 這一次羅的部分呢 日拍的價格一支是大概 1100塊日元左右 是這一次這套裡面價格最低的 那就好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 它會是我們這套價格裡面最低的吧 披風呢 目前它所使用的顏色 塗方上比較單一 那整個做工的質感上面 整個塗料的用色上面 我覺得就是一般景品的等級 所以以這個披風跟剛剛的基德相比的話 我覺得是稍嫌遜色 頭雕的部分算是中規中矩 面部沒有失真 表情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衣服跟褲子一樣 它顏色所使用過度單一 它表面會油油亮亮 整體的這個 廉價感就會變得比較重 但是不得不說 其實如果你去認真講 這隻羅勒公仔的話 欸你跟景品相比的話 我個人覺得做的還是比景品好很多 因為它本身的這個動作選擇 然後細部像是這種 容易有益漆的這種 刺青的這種塗裝 欸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失誤 所以以目前這隻羅勒來說的話 如果它的價格在一個比較親民的價格 我覺得還是蠻值得收藏的喔 那記得讓我們進魯夫的部分 本次魯夫我們當下在日拍查的價格大概是 1350左右 各位可以做一個參考 根據線報顯示 這魯夫現在一隻500塊 現在才幾月幾號 現在7月30號 它從日本發售坐飛機回來 也才過不到五天耶 1500塊也太便宜了吧 這個披風所使用的顏色就比較單一 但整體上的飄逸感 跟整個皺褶上 我覺得做的就比剛才羅好很多 它這個草帽的細部細節上面 所使用的用色上面 還有做出一點點刷就的感覺 這個草帽我個人覺得做的算是還蠻不錯 蠻有質感的 這隻魯夫做的表情非常地震 頭髮上面細節的處理上也做得很好 右手這個武裝色的部分 基本漸層由暗轉深 有點深紅色跟暗紅色 酒紅色的部分 我覺得做得很好 欸我卡很緊吧 我卡很緊 鬆整這樣 對啊我卡很緊耶 我卡很久耶 但是我記得印象中 這一隻魯夫的這個姿勢跟動作 我記得在10月份 我們的藝術王者 也有發行一隻跟這隻魯夫 一模一樣姿勢的景品 這也是難怪我個人覺得 像它現在做風扇 並沒有讓我感到非常驚艷 那它的價格 當然就是一隻景品 常規的價格 畢竟它後面也有在出馬 那最近官方也不知道在想什麼 它既然都出了這個一番賞 後面還出一隻那個景品 那預購價格 那景品的預購已經公佈的情況底下 這一隻一番賞的公仔 當然在市面上就不會那麼的熱門 這樣我個人覺得是有點可惜啊 好來 好來去旁邊啊 大媽第一隻一番賞的公仔 它在日拍網站那時候價格 一直大概是9000塊日幣左右 可以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第一個最令我驚艷的 就是大媽這個帽子 就是我們拿破崙的部分 它細部上面呢 真的 它這個雕刻喔 凹深的部分 有做出凹凸不平的那種 金屬的那種顆粒感 所以單看這個刀的部分 我覺得做工來說 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這個披風的做工算是沒話講 整體的細部雕刻 細節刻畫上面 做的是非常的仔細 整體上也是有把明不安部做出來 第一踢實現最吸引我 就是大媽的這個 這個多層下巴的部分 皮膚因為老化的皺褶感 呈現上算是非常的寫實 面部表情的部分 因為更是沒話講 都有把它的細節 皺紋整個做出來 讓這個大媽整體的頭雕 再加上它細節上面 整體的表情算是非常的到位 它一絲一絲細部的這個 法師的雕刻做工也是非常的仔細 用色跟配色上面做的也是非常好 肉體上面的刻畫算是很好 尤其是在這個有沒有 大家最喜歡的這個 乳溝的部分 哈哈哈 欸還有幫它加一點陰影 然後整體上奶奶的胸部 會失去像少女書胸那種彈性 有點皺褶的部分 喔它有給它做出來 衣服的整體皺褶上面的表現呢 我個人覺得也還算不錯 所以這隻大媽目前這樣看起來 欸 以我們四皇終於有一番賞的公仔可以集結 這隻大媽我個人覺得是必收的 可是他這個大媽的底褲喔 坐著也不馬虎 他要把阿嬤內褲的那個鬥褶喔 整體做的非常的寫實 所以如果對這部分有特殊癖好的朋友 這隻公仔也可以滿足你喔 好 那各位現在桌上看到就是我們本次 最期待的這個凱多的部分 那跟各位講一下 本次的A賞跟尾賞的凱多呢 目前在日本的價格 A賞的部分是 9480的日圓 那尾賞是 8800的日圓 那我個人算是還滿 shock 說 欸 這一次我們的尾賞 怎麼會比A賞的價格來的低 那今天就讓我們一起把他們打開 來看看A賞跟尾賞有什麼差別 那必須很坦白的講 目前呢 相信有很多人很關心的是 這一隻凱多跟去年的那一隻 一番賞的凱多呢 兩隻基本上大小分量 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那大家都會比較關心 在網路上大家都會比較關心跟討論 他們兩隻到底有什麼差異 他們最大的差異 第一當然就是這一隻凱多是有穿衣服的嘛 再來就是動作選擇上也比較不一樣 這一隻凱多呢 他的動作整體上面的張力表現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最大的差異 去年那隻凱多的臉部 是有用一些深色處理 讓他整體那個 非常有霸氣那個 很生氣表情的壓迫感 顯得更加的強大 那這一次這個凱多呢 在面部上 他面部的塗裝就比較 所使用的顏色比較單一 所以明明這隻凱多 所使用的這個表情 他整體上 他的動作 他這個表情上 感覺是比較用力 反而沒有去年那樣有帶出那個 非常霸氣的感覺 但是細節的做工上面 髮絲啊 跟披風上面 個人必須說 一樣做得非常的仔細 他這個頭髮整個的飄影感 做得也很好 那最令我驚豔的就是 衣服的這個皺褶表現 做得非常的好 他上面有做 金屬凹凸不平的隆起 那今年這狼牙棒 跟去年那一隻呢 感覺應該是同一隻 整體上呢 完成度也是非常的高 針對這個手部的部分 他這個爆青筋 爆血管啊 然後整體這個 皮膚的那種有點粗糙的這個感覺 都把它做出來 這個胸肌啊 他有一些細節表現上 還有他手部的這個刺青 這塗裝上面 目前看起來都沒有任何的 益漆 或者是什麼失誤 憑良心講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去年那隻凱多 畢竟 畢竟去年那隻凱多 在開箱的過程中 給我整體那種 喔原來一番賞 也會做出這麼好的公仔 這種感覺 那相較於這一次這隻 我個人覺得就是比較瘦瘦的 那接著就讓我們請尾賞出來 讓我們來看一下 A賞跟尾賞有什麼差別 我個人是有點不理解說 他這樣叫異色款 就像不知道我們景品也很常出 就是原色款 然後再出異色款 如果觀眾朋友知道說 到底為什麼日本會推出這種 不知所云的異色版的話 也歡迎幫我補充一下 算是一解我心中多年以來的疑問 我就一直真的不懂 出那個異色版到底要幹嘛 所以如果你這隻凱多是整隻 有沒有 噴灰或做黑白色 我個人覺得他的價格應該還是不至於 會到現在會輸給我們A賞的部分 那以目前開箱看起來 我們的尾賞會比A賞還要低價 算是很合理的 因為一直以來市場上面 異色款本來就會比原色款來得差 而且這隻尾賞說真的 他的異色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就是把你A賞拿去漂白水漂一圈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 所以這隻尾賞 如果你要收這隻凱多的話 我覺得收A賞就好了 尾賞其實沒有什麼收的必要 欸我這樣講 是不是又會害阿南被廢套的機率提高 這其實也是必須到處現在台灣的一個亂象 就是說現在一番賞整個市場 大家其實愛抽愛玩 可是又公仔的質量又起伏不定 就會導致於整個市場其實很重視它的價格 大家才會覺得抽起來划不划算 可是我認為這樣不是一個長遠之際 因為雖然說我們去買東西 一定會有一些成本上面的考量 可是我覺得一番賞真正好玩的是 就是享受它那個抽獎的那個過程 那種刺激 那種在對獎的那種拼硬器的感覺 就像手遊抽卡一樣 希望未來我們的一番賞的環境呢 大家可以越來越好 越來越不計較價格 就算阿南已經被被套了 還是可以來一起跟我們享受 抽一番賞有趣的感覺 這樣會不會 會不會太可以 應該應該是不會啦 以上呢就是我們本次針對七月最新發售的決戰鬼之島 航海王最新一番賞的全開箱 那本次這道一番賞裡面 我個人認為最值得收的就是我們這個大罵的部分 不管是細部的做工還有公仔的特殊性都非常值得入手 那至於討論度很高的這個凱多的話 我認為如果去年的那隻凱多 你沒有機會入手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這一次的機會 八隻公仔裡面 我個人覺得 除了魯夫跟羅 可能抽到會有點小可惜之外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機率都可以抽到 我覺得還不錯的公仔 所以這次招一番賞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去關心看看 我們上片的時候 台灣應該 有在賣日版的店家 應該都已經開抽了 有興趣的朋友呢 歡迎去附近關心一下 影片的最後呢 又來跟各位工商一下 目前呢我們頻道是有開啟頻道會員的部分 一個月只要60塊也非常的便宜 而且你只要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我們就會把你拉進去 我們頻道會員的專屬群組 我們會不定時呢 在會員的專屬群組裡面 有一些福利活動 或者是如果你對公仔的 預購抽一番賞景品 這類別也是很有興趣的話 群組裡面有提供一個 會員專屬的優惠價 本次呢我們會隨機選出裡面的 一隻公仔抽兩次 再看影片的你們 那抽獎方式一樣 如果喜歡的朋友 歡迎在下面按讚訂閱 分享並留言 留下你對我們的看法 或者是有什麼想看的企劃 還有這次還有個bonus 就是說 如果你是我們頻道的會員 那我們這次開箱前面的那些 小賞的部分 就會免費送給你們 那送的方法 就詳見我們這個 頻道會員的專屬群組裡面 大家好我們是冰論 我是傑迪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掰掰 拜拜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按讚